各位中正大学的同学你们好 我是台湾法人中华过温工程师孙时胜 今天受到中正大学自工系郭建制老师的邀请 跟大家分享以交通运输的角度看5G 我们来看5G的未来应用跟产业趋势 那原本这场演讲是在这个学期初 郭老师就邀我到中正跟大家分享 因为最近肺炎实在是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就改才去用线上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好那这是我今天的agenda 我今天会先跟大家提到行动通讯的发展简史 跟5G的特性 那之后会跟大家用交通运输的产业 来看5G的技术还怎么达成的 那接着会跟大家分享5G它的发展现况 跟其他产业的应用实力 还有未来的发展跟创新 好那我是孙世胜 大家可以叫我老顺 那我在2019年来到中华顾问工程之头 交通运输之前 其实我一段时间是在中研院 然后在崇文春校长那边的实验室 那时候刚好也是跟国建制导师算是同事 那我大学是在教杀资工就读 那在读完大学之后去当了将近两年的兵 那毕业之后跑到中山大学读了电机系 跟许昌林老师还有田宏颖老师一起做研究 那时候是在做TCPE方面的研究 那后来博士班来到台下电机系 跟电宏颖老师一起做比较像网路 无线通讯方面的研究 那后来也在中研院资讯所 跟陈文春前校长 就请他前校长 我们一起做一些研究题目 那我的研究的兴趣 包括智慧运输系统 跟Mobility as a Service 这是目前这几年 那交通圈的人 他们对于这种 As a Service非常的热爱 那其实这个As a Service 不是个新东西 这在我们的通讯领域 这个Compute Science领域 很多啊 很多As a Service 在过去十年都已经很盛心了 那交通运输人他们希望说 能够让那运聚都变成一个Service 所以他们提出叫 Mobility as a Service的概念 那我这几年也做一些 blockchain的题目 跟研究 还有些实作 那在我过去的专长上 主要是着重在无线网路 包括5G的同学网路 地址网路 还有traffic uploading 还有一些wareless money cases 还有protocol design 那我也曾经做过 力能网路 跟一些高速TCP的题目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对Linux的System的管理 跟Tuning做的有一些经验 那这个是可能大家不晓得 大家都还蛮年轻 就是200几年那时候 P2P很盛行 那我曾经在交大那时候 有一些我的Server 那时候IP很妙 叫140.113.140.113 大家都知道吗 112就是台大 113就是交大 那我那时候拿到 140.113.140.113的IP 那时候我们的Server 其实也蛮不错的 全世界几台比较顶尖的Server里面 这一台是交大 我们把它名称叫CreateKit的Server 那第二台我的 那其实后面这几台机器 都有一些我的改的code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全世界的几台Server上 都让它Q的有蛮不错的效能 那再过来的话 我自己对马拉松还蛮有研究的 我跑过25场全马 那我最好的成绩是3小时16分 那我也在台北创立叫三毛路跑团 三毛路跑团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现在的跑团 那最近因为肺炎的关系 大家没有办法团练的 那我在后面 这是我们第五年的 一个团庆吧 那其实这几年 我们在台北 我们训练了不少的市民跑者 拿到很好的成绩 那我也是带领市场跑者 去跑步 这个叫火火斩 那这个蛮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对于全马来讲 能够跑4个小时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那他是一个市场选手 我带他在4个小时的时间内 3小时59分44秒 完成了这场赛事 是2019年炸打马拉松 那这是我们当初帮他排的一些课表 你有看到这些红红绿绿 红红蓝蓝的东西 你要帮一个市场选手 做这样子的课程排练 你实际上花很多心血 要很多人一起投入的 那他其实在2019年 也获得代表去参加波士顿马拉松 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去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市场选手 那那一天其实很感动 就是披着钢后面那片国旗 经过波马的总点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做事就要很有热忱 然后很有坚实性 在五度的天气之下可以爬到终点 那另外我也对威斯基还蛮有研究的 我是台湾大英麦威斯基品酒研究社的社员 好 简介过自己之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华顾问工程师 那中华顾问其实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因为大家不是图目背景 但是如果大家知道说当年在十大建设时期 包括经济部有中心跟中顶 那教育部就有中华顾问 我们那时候是为了要让这些国外的技术 可以在台湾挪力生根 因此就透过国外的顾问公司 把技术引进台湾 然后包括当初的高雄港 他边过去机场 然后做三高速公路等等的 这些十大建设 十二大建设 十四大建设 后续都有很多中华顾问 我们的神拜 他们的一些努力在里面 那这几年我们因应法规的规定 那我们就把我们做比较大 大型工程顾问的部分 把它切出去变成我们子公司 全的子公司 叫台湾市西这间公司 那中华顾问就专程 坐在工程科技跟育成的工艺法人的角色 那我们有两个研究中心 叫设施中心跟智慧因素技术中心 那我们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减少伤亡人数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 这些交通设施的延寿 然后帮忙主管机关系 减少庸塞的方案 这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公司 那大家很好奇 为什么我要从 Compute Science跟W1的背景 你看到这个顾问页界 交通页界 其实交通页它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投入 然后用好的自通讯的技术 去协助它提高比较好的效率的 那这是我对自己的寻觅 好 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交通部的英文 交通部其实MOTC 它其实是 这个MITRIE OF TRANSPORTATION 和 COMMUNICATION 所以它不是只是管 TRANSPORTATION 它也管 COMMUNICATION 通讯其实也是属于交通部的管辖范围 所以 大家都看到说交通部底下有个油电丝 那这油电丝管什么 它管很多 它管油啊 油证啊 但它也管电信 电信也是属于它的管辖范围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 其实交通这块东西 其实它跟通讯其实是非常紧密相连的 让人跟人的连接可以更靠近 好 那我们就再讲历史了 我们从过去的一个generation大概是代表一个十年的世代 那1G当初在1980年的时候叫AMS 它是一个雷笔 然后FDMA 然后它只能通声音 那在大家看到 这是当年的1G的时代 AMS时代的手机就叫黑金刚 很大 一直像水壶一样 拿在耳边就觉得哇 很庞大 拿来扎人感会很痛 那2G的时候到GSM GSM可能是现场的同学 在你们在网路上在看 我的这个talker的同学们 当生传的年代 1990几年 那GSM是一个已经走到数位 但是它主要能传的还是以voice为主 那少部分后来在2.5G 2.75G 它终于可以传到data 但是它速度是非常的慢 而且当你要传声音的时候 它跟data是不能同时传的 那2G的时代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服务 叫做SMS 简讯 大家会问说 那简讯有什么好特别 我们现在随时都在发讯 没有没有 大家现在都用9 都用脸书message在传讯 可是在那年代 大家的简讯送手机简讯 一个简讯只能有140个字元 有的是70个中文字 一个简讯需要2块钱 所以每次农历年的时候 这个或是跨年的时候 电信公司就跟你说 快点发简讯 去把你手机联络人里面 100个联络人 快点送赫年简讯给他们 因为你送100个简讯 电信公司就可以赚200块钱 这是当初一个很重要的服务 那这是当初一个很厉害的手机 叫掌中心转 Motorola很薄 那另外一支 这是叫Eric Fan 那时候的T28 它是全世界第一支 锂离子电子的手机 非常轻薄短小 大概1998 99年的手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好 请大家容许我切换一下画面 好 来 来 就这个画面 这个很酸的年轻人是猪橙武 这个故事来讲说猪橙武他手灌标 然后他透过这支可以声控的手机 可以画到拉面 这听话的也许T28 全声控 来电声中 OK好 这支手机后来被叫做叫拉面机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拉面机的故事 我们讲完了 好 来 好 那 我把画面切回到这个 这个 原本的这个拖影片的分页 好 好 那 大家刚看到说这支手机有两个特性 一个叫全声控 一个叫来电震动 声控跟来电震动有那么重要吗 大家现在手上每支OKGoogle 然后Siri 每支都很方便 都是声控 可当年的声控是这样 当然声控是说 假设说你拉面电 你就要在手机上面输入拉面电 三个字 然后在他录音叫拉面电 然后电话号码对应到 021234567 这样子 那你当手机按了 声控按钮之后 要喊拉面电 他才帮你对应到 那这个东西在当初其实是个很了不起的技术 那来电震动呢 来电震动现在哪支手机没来电震动 可是大家知道的是当初的手机 其实这种来电震动这个东西 它是要一支偏行马达 偏行轴程的马达 它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拿一支手机 它都可以震动 不是喔 当初手机其他电池是还有另外的 上面要买一个有震动功能的震动电池 一个大概要2000块钱 2500块钱 那你原厂的原配标配是没有这个震动电池的 那T18是第一支把震动做进去手机里面的电池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厉害的突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T18 这个是我在PT上面挖下来的 这个1999年的截图 当初的T18全身控来电震动这支手机 价值1万块钱 那就是从地表掉地上 不会坏掉那支321年 价值要9000块钱 所以当初的东西其实是 就这么简单要这么大一支手机 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还蛮不便宜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到了3G时代 3G它逐渐走向data communication 然后大家看到说3G的时候 它其实除了data之外 VIO code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这是全世界第一支的3G手机是NEC 然后大家看到前面这边有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作用是说你可以开启 视讯通话模式 这个视讯通话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视讯 而是它是透过拨电话跟对方通视讯 所以它成本很贵 它是以秒计费 你讲几秒就给你算多少钱 那当初利益良好 但是后来它并没有普及化 因为成本太贵了 那真的我们的视讯普及是走到4G的年代 大家不管用mine 不管是用这个脸书message等等的 它本身内建这种video over IP 让你去通话很方便 那当然3G的时代走到2008年左右 开始有一个很突破的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智慧型手机 不然Android或是iPhone 这几只手机都开始走向智慧化 那也伴随着3G网络吃到宝 所以让很多人它可以很方便的 就是说你用一只手机就可以上网做很多事 那4G年代已经走向全IP 那最重要一点是它速度整个完全提升上来了 它提升到100Mbps左右 这当然是峰值的理论值 那它是全IP的内容 很重要的应用是它可以提供4HD的Live streaming 那这可以干嘛 比如说我们讲一些什么直播啊 17这些都是靠这些 4HD的Live streaming 它才可以撑起目前的应用 也包括我现在在跟大家做远端的视讯的talk 也是靠这样子的很reliable的网络的通讯 好 那其实呢在2010年就已经很多人在讲5G了 是真的吗 给大家一个更好了 其实当年台大呢 在2010年真的是有台大的5G 好 那真的现在这个年代每个人都在讲5G 可是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5G吗 好 那我要讲一个故事 这是叫Dan Ehrlich的一个人 他在Facebook上他曾经讲过这样的句话 那这个人他是MIT跟杜克大学的行为学家跟经济学家 那他当初在2013那时候大家刚开始在讲Big Beta Big Beta很红 他说呢Big Beta底下这段字大家可以提过 那中文就这样子 大数据就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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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长得很像豆豆先生 这个就一脸就是一个非常豆豆先生样子的人 但是他讲这个东西其实很有道理 因为很多状况之下大家都觉得我知道 可是实际上你真的知道吗 那你出去就跟他乱讲乱讲 别人跟你乱讲念就就就就信了 这些老师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让大家 我要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5G 好 那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好 来 大家看到火云邪神他就拿着洋枪 天下武功 无天不破 唯快不破 他跟大家讲了什么东西呢 他说天下武功 无间不破 唯快不破 唯快不破 那武功快就破不了 那网路也是要快才会破不了 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头影片 好 那5G很快 那到底怎样才叫快呢 我们刚刚看到这支叫左轮手枪 左轮手枪 那大家可以去查Wiki Wiki会给你讲说 左轮手枪他枪口出速大概是每秒钟300公尺 那你刚火云邪神他这样子枪射出来 然后手把夹住的距离大概是一个 30公分 所以大概30公分除以每秒300公尺的射速 他大概是一个minisecond 就是千分之一秒就把子弹结下来了 没错 在2004年他就以一个minisecond 千分之一秒的速度把子弹 拦结了下来 这就是一个5G的速度 好 那5G其实很快 5G的快在于怎样快呢 刚刚讲火云邪神的千分之一秒 一个minisecond就是快 可是实际上你会看到一些新闻跟你讲说 5G的速度它可以达到目前4G的1000倍以上 一张蓝光光碟可以在两秒钟内下载完 可是老顺刚跟你讲说 一个minisecond千分之一秒叫5G 那为什么两秒钟也叫5G呢 到底是哪个东西才是快 是传输速度快下载快 还是反应时间快呢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火云邪神的快 叫反应速度反应时间的快 那除了快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东西是代表5G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到底什么东西叫5G呢 其实有个单位叫ITU ITU是国际电信联盟 它前身是大家可以读过 1865年的国际电报联盟 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国际组织之一 然后他们在2015年定了 8个关键的KPI指标 这8个指标就是5G的关键指标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Pick Beta Rate Beta Rate要这么的快 多快呢 从一个Gbps增加到20个Gbps 这是一个峰值 峰值就是说当没有人在跟你干扰 没有人跟你抢的时候 可能可以到这么快 实际上用户体验的速度 它从10Mbps上升到100Mbps 这用户体验的时候就是说好我们这个基地台底下有一些用户 大家一起去分享这基地台的速度 所以输入大概只能到100Mbps 但是已经很好了 这是5G的KPI 那单位面积的数据容量是什么 这个听起来比较虚幻 因为你5G需要放很多基地台 然后平均起来每个面积底下它可以放的数据的Gata Rate就会比较快 这后续我们会稍微提到 那平补效率 这个听起来很虚幻 同学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后续老孙跟Nadam 什么叫平补效率 好 网路能源效率这很直白 听起来就是比较省电嘛 我们要省电要省100倍 可是大家现在手机这有省100倍吗 我们也不晓得 那Mobility移动性 它从这种时速350的高铁速度等级 可以上升到时速500的这个四幅列车等级 那Tonation density 连接密度 它从10万的4G时代上升到5G IoT 100万的密度 那刚刚讲的延迟 火云写审那个延迟 它从10个mini second下降到1个mini second 所以大家看到这么多个关键型的KPI 其实对火云写审而言 它真的代表它的快是在这个latency 这个延迟 它延迟要到1个mini second这样子的等 那在整个ITU它也定义了几个使用者使用的场景 那大家这个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 第一个叫EMBB增强型的宽频通讯 它基本上只要是那些速度下载很快 频宽很大的都叫EMBB的范围 那它包括几个东西呢 包括Data Ray要很快啊 user的感觉到Data Ray要很快啊 然后每个单位面积的密度也要很高 以及频补效率也很高 包括网络的审便性也要高 所以它纵览了这6个KPI 好 那大家只要看到那些包括什么视讯串流啊 AR VR MR 大家都可以把它归类到EMBB的这样子使用的应用情景里面去 那另外一个叫MMTC就是大规模的机械型通讯 那只要是那些有关于很多的IoT啊 然后比如说智慧什么表 智慧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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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电表 水表 瓦斯表 基本上是可以把归类到这个MMTC 它希望你透过很多的感测器跟很多的传输节点 把很多device的三行道资讯 收集到网络上做一些分析应用等等的 那再来的话URLLC 这个它叫做Ultra 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超高可靠度低延迟的通讯 那它重点是除了低延迟之外 它还要可靠度很高 所以包括那些自驾车 以及像工厂自动化 你总不能说一不小心那些机械手背 就把东西把车坏掉了 它需要很高的这个可靠度 但是它延迟性要很短 我们刚刚讲可能要在一个minisecond 就一千分之一秒以内 那接下来这个图比较好辨认说 到底哪些应用场景被分别有哪些应用 比如说可以看到说像智慧城市的应用 smart city的应用 这些smart city的应用呢 包括说这个居家办公室的那些感测 都可以把它放在大规模机械通讯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智能家庭等等的 那只要是那些很快速的下载的 比如说你要在几秒钟下载一部 图然光光点或者说3D video 基本上是可以把它放在EMBB这个增强型宽屏通讯里面 那对于那些自驾车对要求 还有那种mission critical 就是说那些比如工厂自动化很重要的这些应用 然后他们大概都是把它放在这种超高可靠度低延迟通讯 那有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叫Voice 然后当初2G 3G Voice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的确那在这个5G时代就是一个第二步藤娘无爱 反正就放在中间什么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另外这个Ariksen在2017年放的这个图 这个三维相线的图 这看起来更好分别 就是说你可以去看说哪一个应用 它被放在哪一个交集里面 比如说Video它就是EMBB 那比如工厂自动化 它可能就是放在超高UILC超高可靠度低延迟通讯 那对于那些自驾车它同时要兼顾到可靠度 但是它也要跟很多的感测器 入测感测器互相去通讯 所以它会放在需要把两个应用 UILC跟MTC的交集里面 那这个图会方便同学们去辨认说 好 哪一个应用在5G的场景里面 它是被归类到哪个地方去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讲一些比较可能稍微硬一点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5G的技术到底是怎么达成的 好 那这边跟大家讲到一些5G的关键的技术 包括一些新的Radio 包括一些新的挑变技术 包括我们的大规模的天线阵列 小基地台 还有一些Comp 还有DN10 MEC等等的 那还有很多 那老孙今天跟大家列举几个关键型的技术 那我们先想一下一件事情好了 在春节输运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更快的把100万个人从台北分享 再运到高雄台南 台南高雄呢 那当然我们的想法很直觉 就是你要么你就把你的开车的车速把它增快 或是你可以让你的车道变得很多 或是你强制规定说你一台车可以多坐 不是只是坐一个人 你要坐两个人 四个人 甚至七个人 九人坐这样子 或者是从北部要回到南部的时候 你不是只开国道 你可能要一些人他开神道 开线道等等的 那我们也要来想一下说 那这个快到底是一个人的快 还是一群人的快呢 右边这个帅哥 这个老帅哥 他叫Shanom Shanom 那大家看底下这一行 老孙写Wiki上查到的 Shanom他是美国数学家 他是电子工程师跟密码学家 是资讯理论的创始人 那他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 通讯的数学原理 然后辨定了现代资讯的基础 那他在1937年21岁的时候 他的硕士论文还被 称为有史以来最具水平的硕士论文之一 所以同学们大家要见钱丝齐 好 那对Shanom而言 Shanom他在Shanom Law 这个夏农定理 夏农定理 他其实简单的就只有几个四只 大家看一下 这个C等于B乘以Log2 E加SQN 那其中SS代表就是你收讯的能量 讯号的能量 我们看意思 旁边这个图来看 一个机器台送给我手机 我的机器台送给我这个讯号 就叫S就是Signal强度 那那些从其他基地台 或是背景热噪音过来的那些 都叫Interference 那这些干扰加杂讯 我们通通都把它叫Noir 那Shanom Law很简单就跟你讲说 你把E加上你的收讯的强度出于 干扰杂讯出强处 然后去取Log2 然后乘以你的频宽 就会变成你的通道的容量 那看起来这个市值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但是它就奠定了我们这七八十年来的资讯理论的技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要把这个通道容量提升 你要怎么去提升呢 几个方式嘛 一个你要嘛你可以把B把频宽增加 把频宽变得很宽 或是你把你的这个Signal变得很好 很强 或是你把这个Noir 把这个杂讯干扰把它变低 你大概就是靠这三项B S跟N三项 你就可以知道说你整个C是被提高不是降低的了 好所以这是一个理论上限 但是理论上限就代表说我们有很多可以突破的地方 好那我们先一个来看 好那我们讲New Radio频谱 大家应该这几年都很常听到这个毫米波啊 mini meter wave 啊什么是毫米波啊 其实我们在过去2G 3G 4G年代 我们的频谱大概都是留在6个GHz以下的这一段 这是一个中频或是低频的频段的频谱 那以我们台湾为例 譬如说台湾大概700MHz它有一些频谱 1800有一些频谱 那对于那些越低频谱的频段而言 它可以用到的频谱的宽度就比较少 在这种6GHz以下的 大概你用大概就是一个几百MHz的频宽 你只能用到几百而已 了不起就是四五百 偷偷加起来 那问题是说当你是在这种高频段的地方 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mini meter wave 那一个mini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概频谱 频波长它大概在一公分以下 就是三四个GHz的地方 那我们通常从2428度把它叫做mini meter wave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每一段的频谱的宽度 它可以高达一个GHz 甚至到三个GHz 那大家知道一个GHz就是1000个MHz嘛 那三个GHz就是3000个MHz 所以在毫米波这个波段呢 它整个可以用到的频段 是远远的大于我们这种低频 大的十倍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可以从1000到7000个MHz之多 那大家可以等下想象为说 我们在低频的地方只有一个几百的低 可是我们在高频谱的地方 mini meter wave的地方 它可以到达数以千计的低 所以以这个方式去想就知道 哦 为什么用毫米波 因为它可以让你提供更高的频谱 更多的频谱 那你可以传输的资料量就会变得比较高 可是问题是这种毫米波 它有它先天的特点 毫米波它本身它覆盖率就比较低 它coverage就比较低 那coverage比较低 表示说你要布更多的基地台 你每个基地台原本在4G时代 你可能在这种中低频 可以传一公里支援 那在这种毫米波的地方 它可能只能传个数十公尺 了不起就是100公尺 但是它不一定是代表是个坏处 它传输距离短 表示说你可以布更多 然后每个基地台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这是一个好处 我们后面会讲到 首先是第一个叫毫米波 好 那我们后来有一些新的技术 叫Carri-Eggation Carri-Eggation就是它把很多载波 整个把它绑起来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4G的时代呢 你一个电信箱在一个频谱上面 大概只能用到20个MHz 就是这个B能用到20 可是我举例以中华电信而言 中华电信它可能它在900MHz 它有个20 然后它在1800它有个20 它在2600有个20 那它各自标到三个20的频谱 那使用者一次却只能用其中一个地方去使用 你会觉得哇好浪费哦 那这Carri-Eggation这个技术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让使用者同时在不同的频段上都拿来传说 你就是等下可以想说 我同时可以在很多个车道上去开 去使用 所以我们在700 900 1800 2000年 我们同时在很多段路上都可以让我的使用者去传输你的资料 所以这时候等下就有很多倍的 等着路宽路幅可以让你使用 那你这下载速度上传速度就变快 这就是Carri-Eggation 那这当初中华电信它就有讲 他们目前他们可以再用到5个CA 就是他们可以在5个频段上都用到Carri-Eggation 那它有当初有一个广告词 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拥有的900 1800 2600的5个频段 total70个MHz整在一起 然后可以达到理论下载900MHz 比传统的4G的150还要来得快 那这个技术从4G开始有 到了5G 它目前更是被充分的使用了 我大家可以把它记下 那以后你的手机 它就会对你讲说 你的手机支援几个CA 然后在哪个业者可以用到几个CA这样子 好 那下一个技术叫Modulation 就是新的调变编码技术 Modulation and Coding Skin 那这个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比较虚幻 不知道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听起来我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比较简单的讲就是说 你原本一台车上高速公路 你是坐两个人 那我现在可以让你强势坐四个人 或是坐七个人 或是坐九个人 我们看这个Channel Note 右边这个东西 这一坨东西 它代表就整个理论上线 通道理论上线 那其实呢 我们每一次的传输 每个Hz 每个Hz 那每个秒 每秒 每Hz 大概可以送几个讯号在里面 那它右边这个表 有QPSK 有个16矿 有64矿 有256矿 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感觉了 Q就是一个2的4次方 2的2次方 就是4 16就2的4次方 64就2的6次方 256就2的8次方 那对于每个矿 不同的Modulation而言 它理论上线就是2的几次方 比如16矿 它最理想 它可以一次传输 它可以送四个讯号给你 我们简单讲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会更复杂 那64矿 就2的6次方 那实际上就 它一次可以送6个讯号给你 这样子 那不过实际上 我们的技术上 只能达到大概到4左右 那256矿 就2的8次方 2的8次方 它这边目前的计数上 可以做到7点多 所以一次传输 可以送大概7到8个讯号 SIMBLE 给你这样子 好 那讲这东西要做什么呢 讲这东西就是说 这些modulation的提升 从2的2次方到2的4次方到2的6次方到2的8次方 每一次提升都是要花掉很多通讯学家的肝跟脑 他们让一次的传输 每鸟一个赫子的传输 可以从传四个讯号变成可以传六个讯号 可以从可以传进步到传到8个讯号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也很杰出的成就 那目前在4G的时代 它可以传到256矿 那在5G的时代 它预计会提升到512矿 甚至是1024矿 可是512大家知道是2的9次方 那从2的8次方的256矿 提升到2的9次方512矿 其实它边际效益越来越越少 它多了百分之12.5 就是从2的8次方8提升到9 每次传输从8提升到9 可是还是要烧掉1000个科学家 通讯学家的脑跟干 所以以后的提升速度可能会越来越慢 好那在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天线阵列跟MIMO 如果大家有在注意一些技术啊 譬如说你可能有一些手机技术 就跟你讲说它目前资源很多跟MIMO 什么叫MIMO呢 天线阵列是什么东西呢 好那大家可以等效视为说好 你平常啊 你在开高速公路 你只能开平面的高速公路 你要让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更多怎么办 很简单啊 那我们就开五阳高架 开立体车道 所以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搞立体车道啊 这边就是像传统记忆台 一个记忆台上它三个sector 它就七三个方向 那目前的记忆台呢 它一个记忆台一面 它要放四面天线 所以四面天线同时可以传给我使用者 那四个天线传给我使用者 的频道都是一个独立的频道 你就可以等效视为它等于是四条路 传四个讯号给你这个使用者 那表示什么 你的下载速度或上传速度就提高 那这是毫米波天线 它是一个8乘以8更密的毫米波天线 所以total就是有64个天线在上面 它可能可以同时有64个symbol 有64个讯号传给你 那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叫Messie 大规模的天线阵列 对我们手机上它这边是一个四层 四层是16嘛 它8个手机上total可以 列128个天线 那手机上列这么多天线 跟记忆台列了64个天线 这个它每一个天线跟天线之间 都是一个独立的频道 所以它可以提供更高的下载速度 彼此之间也不互相干扰 那另外一个叫冰封明 叫波速成型 那波速成型的好处是这样子的 我们平常呢 我们在四居的时代 你一个手机 你在送给我的时候 其实同时也会送给其他人 那对于传输而已 它就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那冰封明波速成型 它是透过一些我们讲 数位传输的技术 它把讯号 直接很精准的打到 我们这个使用者手机上面 那对于每一个使用者而言 它都有独立的手机讯号 可以传输 那这样子而言 送给我这个人 就不会干扰到旁边这一个人 那彼此都是一个独立的病 一个波速在传输 那这样对于整个使用的空间 跟时间上使用效力就会好很多 那在5G的时代呢 这个冰封明这个波速成型技术 不是只是平面的 它可以做到立体化 比如说从中正大学的 可能行政大楼 它可以打到资工系的 一楼二楼三楼 然后打给每一根讯号 都是一个独立的波速 这样本身你看你的讯号可以提高 你的干扰就会降低 那整体而言你的这个C就会提高 好这个波速成型跟天线阵列的好处 好那再过来我们刚刚讲到说 那个5G是很多毫米波波天线 那有很多的毫米波就需要小基地台 那小基地台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可以知道说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塞车 你不会想要一直在高速公路上跟着塞 你也许可以到省道 或者到县道上面来 换个方式想 在传统的方式 传统的基地台就是一个 我们随便讲台北车站附近 就是一个大基地台 然后送给很多人 然后大家同时都在连到这个基地台 就很卡 那当你如果被一个遮蔽物遮蔽的时候 你也收不到讯号 那你的收讯品就会变得很差 那在5G的年代 它开始有大基地台之外 又有一些小基地台 而且这些小基地台就不在你我的身边 但这需要一些成本 但对使用者而言 原本会被遮蔽的 这时候你可以从小基地台 不经遮蔽就直接把讯号送给我 而且每个基地台 它可以服务的人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 你每个使用者可以得到服务的品质 就会变得比较好 好 那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 就是说 爱家爱户 每一家外面都有一些小基地台 去服务我们的家户 那对于那些你需要移动 跨boundary 比如说跨很多条路的时候 你再靠这些大基地台 这是目前我们对5G的小基地台 高密度网路 以及这种大小基地台 混合在一起的一直网路的一个未来 我们的希望 好 那他就会想到说 那小基地台 它的讯号哪里来 电哪里来 当然电是个问题 你可能要 总是要插电 那讯号呢 那以刚刚这张图来看 大基地台而言 其实它都是走光纤 专用的光纤 可是小基地台 小基地台 你不可能到处都挖马路 挖光纤给你 所以 以目前的想法而言 你大基地台跟小基地台之间 其实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毫米波 彼此 把大基地台 从光纤来的讯号 送给小基地台 而小基地台 再把讯号送给使用者 或者这种无线网路之间的互传 它可以让你的基地台 可以布得很密 然后同时也不需要大规模的 去挖马路啊 布光纤等等的 这是一个未来的大基地台 小基地台 这种一直网路 以及高密度网路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这个时候就我们想 就讲到一个issue叫三购 后面会跟大家提到 这一两年 台湾还蛮流行的一个特点叫三购 公用平补 公用网路跟共建网路 好 那下一个叫做Duo Connectivity 跟Comp 那这个idea是这样子 就是说好 我们平常我们的一个手机啊 只接受一个基地台的服务 那在5G的时代 你一个手机 可以同时接受两个基地台 给我的讯号 怎么有这么美好的事情 有5G做得到 因为这些基地台本身 或是天线本身 它们本身的同步做得很好 那你一个使用者而言 天线的好一个基地台的好几个天线 送给一只手机 那现在可以跨基地台 通过不同的天线 把讯号送给你 跨基地台代表就是说 你讯号的同步要做得很好 资料的同步要做得很好 这是它的技术门槛在的 那目前的话 中华电信 它已经可以做到这种 5G跟4G的整个Comp 的结合 这是一个还蛮好的技术 所以有中华电信的使用者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个叫5G的ENDC 好 那除了这些提高 你下载跟上传速度之外 我们讲到就是 这个火银鞋审嘛 它希望它的delay要很短 那delay很短 到底有哪些应用是delay很短的 包括工厂自动化 包括这种机械手背 远端操控 自驾车等等 这些都需要非常低的延时 那怎样才可以做到低延迟呢 我们刚刚讲到都是高下注率 那像我们讲低延迟 那其实在4G LTE的时代里面 你每一个4G的手机 的基地台 它每一个mini second 它会去做一次的排程 那在5G的时代呢 它把它切得更细了 它每七分之一的mini second 它就会做一次排程 那表示什么 我们在越短的时间内去做排程 你使用者越有可能 很快的就被服务到 你能够越快的被服务到 你这时候你就不容易采生延迟 那你会问我说 那为什么4G的时代 不把整个排程的时间把它缩短 其实它有它历史脉络 因为当初的技术 没办法做到 就是这个样子 那5G可以做到 因为5G的时间精准度做得比较细 所以它可以让你在7分之1个秒之内 mini second 7分之1个1000秒之内就做一次的排程 然后可以让你更快的让这些很critical 很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服务 马上就被排得到 但是你还是会遇到延迟 好 那我们制作要怎么办呢 好 有一个技术可能是请大家有听到 叫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 行动边缘运上 那以这张图 这是台大的 台大的图 台大就是一个方方圆圆的一个地方 那我公司其实就在台大后门 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离台大很近 好 那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我从我公司要获取的服务 每次都要从Google过来 还是有没有办法从台大 离我最近的台大行政大楼上面 或小木屋松明店上面这个基地台 就把资料送给我 Mobile Edge Computing讲的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 如果我们这样算一下 简单的算一下 我公司如果每次要资料都是从加州 这个Google的机房送资料给我 那资料光速在光纤里面的速度是每秒钟 大概20万公里 那台湾到加州 一会是2万公里 你再怎么快都需要0.1秒 才能让资料从Google在加州机房把资料送给我 好就算我可以把资料从这个东京的Google机房送给我 它也需要个20mini second 也就是要2秒的时间才能送到 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5G的KPS 它是希望能够到一个mini second 千分之一秒 那我们就想一想如果说可以把资料就放在台大的行政大楼机台上面 那直接把资料送到我公司 这距离了不起也才1公里 对没错了不起1公里 你再怎么除就只需要千分之零点零一秒 就可以送到我公司的手机 这种概念就像是你把物流仓库放在你家的门口 全家就是你家 所以像你整个反应时间延迟时间就会变得很短 那另外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在台大行政大楼的机地台 它有一个很长的计算的节点 帮你把那些任务算一算之后再抛给我呢 因为反应时间这么短了 它如果计算时间也很短 再怎么样 就像我们现在Apple的A14 你再怎么算 它的计算能力就是11.8个T plus 可是NVIDIA现在TESTA A100 这个2020年的入门级的超级电脑 这个一台大概四五百万五六百万 它的计算能力是312个T plus 是这么高 这个还不是一个超级 是一张显卡一张GPU而已 那如果一台这种八张A100GPU的DGS A100这种小型超级电脑 一台四五百万五六百万 它整个运算能力会是一个 iPhone最新的iPhone的数以百倍计 所以有没有办法那些资料 你就让它在离你最近的激励台上做运算 然后算完之后用很快的反应时间送给我呢 没错这是我们讲的Mobile Edge computing概念 对于那些原本要送很远过来的资料 其实在离我最近的那些computing node 也就是你的机台附近 或者说整个大安区 或者民雄区就是有一个Mobile Edge的server 机台上面 然后把那些使用者需要做的一些服务 在上面把它算完 这时候距离更短 效能更高 然后你还可以有一些局部的资料的交换 可以让你提供更好的使用者的感受 效率这样子 这是Mobile Edge computing所带的 再来的话我们讲能耗 能耗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 对于一般人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差异 因为你随时可能都还会充电 可是对于那些IoT的device而言 它不希望你每几天或每几个月 就要重新换电池 那对于过去我们的 在4G时代的那些IoT的device 可能那时候有NDIoT等等的这些device 在4G时代它其实它整个 每次大概每2.56秒 你的device就需要醒过来听一下说 有没有机台有没有要送东西给我 那每2.56秒醒过来一次 你就觉得其实是蛮耗电的 你每2.56秒就要听一次听一次听一次 那在5G时代它可以延伸到 40分钟你才去听一次 激励台有没有paging 有没有送资料给我 那还可以感谢说我东西就不会掉包 那2.56秒相对于40分钟 其实对我这个IoT的device 就是一个很高程度的省电 那以这个状况而言 你的device就可以延迟 可能比较理想状况 可能可以10年都不用换电池 那AKB48的粉丝就会跟你讲 哇他很兴奋他很兴奋 因为你这么久才需要换一次电池 你就很开心 好 那除了刚刚老孙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技术之外 我们刚刚讲的是属于左边这些技术 包括软件 新的毫米波 然后包括新的modulation 包括这个天线阵链跟bin forming 还有这个高密度的基地台等等的 控核等等的 那实际上还有很多新技术 我们刚刚没有讲 包括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还有些网路虚拟化 然后也包括这种cloud radio access network 等于是说你到时候你的手机的 基地台的天线到时候都是那些基屏 都是已经用这个软体去服务它 去模拟了 用花很高的成本去做这种软体的基屏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modulation跟coding skin 还有像flow duplex 它可以让你的手机同时收跟收 是同时哦 不是在时间上去切得很细的同时 是真的同时可以收跟收 那再来包括一些认知型的网路 认知型的这个radio 然后以及最夯的这种 这个我们讲的AI啊 machine learning啊 这个这些其实都需要很好的数学背景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数学学好 还有更多技术 它都是把5G的技术所迭代起来的 那这件事我们讲到比较 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呆板的 这是5G的关键技术相关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5G最近到底有什么样的发展境况 跟应用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对于5G 老师这边我们现在 我现在工作是在做自卫运输交通方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大家 这几年都很夯的叫自驾车跟车联网 那自驾车跟车联网到底跟5G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的 我们先看一下自驾车 有些同学可能知道自驾车的定义 那自驾车被分为六个阶段 从level 0到level 5 那我们现在特斯拉他们宣称 他们大概是在一种level 3 当然他可以有限制的场域里面可以自驾 比如说高速公路等等的 那我们的未来的目标 但是又说你这自驾车可以在任何路段 任何地点都可以自驾 但是有这么美好吗 技术这么快就可以到达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这段影片 这是Softbank他们的体验 好 这个婆婆啊她要送便当去给她哥哥 那日本大家知道是一个老龄化的圈 所以很多天乡都没有 通常是多数 都有一些 2011年 因为我跟他们在这方面的体验 我看是说 这个在未来 这个老人家可以坐着自驾车 然后坐在座山去移动 我们从刚刚看到现在 这个老婆婆做几件事 这老婆婆做几件事呢 第一个她刚按了那个一个按钮 然后车子就停过来这个停车 停车排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呢 车子就在老婆婆面前 把车子停下来了 然后开了门让老婆婆上车 然后一上了车之后 老婆婆她就刷了她的卡 然后就上了车 就坐下 那我们来提点问题好了 这辆车怎么知道说老婆婆 要坐车呢 因为按了那个钮 那按了那个钮之后 讯息怎么抛到后面 让自驾车停在这个位置 听得这么精准 而且知道门要打开 让老婆婆上车 然后老婆婆上车之后 为什么她刷了卡之后 车子就准备要动了 那如果老婆婆不刷卡呢 那车子就一路 一直都停在那个地方 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现在在研发的都叫做自驾车 可是自驾车 真的只是这辆车让她自己会跑而已吗 还是说这些车跟人的整合 要怎么整合呢 好那我们影片快点到后面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边 这个车继续开啊 继续开开到偏向老婆婆 到中间长给她的车子 那前面突然已经发生了有趣的事 我们看一下 前方的落下物在哪里 这车是緊急停止 我们看一下 车子在那里讲说 有紧急事件发生的 因为前面有一个货车掉的东西 下车 不过来 各位 您的车子 您感到心疼的 您感到心疼的 您可以把安全确认 您可以让我们出发 那 您知道为什么 您知道为什么 您可以看到 您的车子 您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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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难打 OK好 这辆车 前面这辆车掉了东西下来 东西掉了下来 那东西掉下来之后 这辆自驾车知道要停下来 可是问题是 如果前面 这一个人驾车 的东西掉下来 没有人把它捡走 那这自驾车难道一直晾在路上吗 那再来是 真的自驾车上面 随时都有个远端的人 可以去monitor车上 或是车外发生什么事情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干嘛还要自驾车呢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 anyway就这个影片 简短让大家看一下 想想以后自驾车 到底是怎样的时代 是要提供怎样的服务给大家 好 那我们看了这个 Sofbank跟Heno的自驾车 诗意影片之后 好我们就来想一下说 一台自驾车能够自驾 它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好 这是一个自驾车 基本上的做决策操控的一个流程图 你会从Sensing 你会去Sense 你会感测外部的资讯 你有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就是说 你会去跟路测设备 路测比如路边的摄影机 红绿灯通讯 你会从GPS去获得一些Location 你也会从高精地图 高精密度的地图 这后续导致跟大家讲 Senseable HD Map 去了解说你周遭的环境的场景 经由这些外在来的资讯之后 你车上的这颗脑 会去做决策 去做判断 那判断什么事情呢 其实一辆车要动 很简单几件事情而已 加速 减速 跟转弯 基本上就这三件重要的事情 你的车根据外在的环境 去判断要加速 减速或是转弯 然后把这些讯息 交给你车子的 车上的线控 然后就决定你车子要加速 减速或转弯 但实际上 这些每一个坏 每一个区块 每一个环节 到目前为止 都还有很大的环节 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学问在 好 那这是5G的车联网 Senseable V2S 车联网 就是车子跟环境的互联 那5G支联网 其实实际上定下来 比较定下来是在2020年的 7月左右才正式的比较定下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车联网 大概几个成分 一个叫V2N 车子对网路 这个网路指的就是我们的电信网路 车对人 V2P V2I 车对设备 以及V2V 车对车之间的通讯 好 那一个比较实体的 的看法是这样看的 车对网路 是走我们原本的基地台的频谱 就是电信商的频谱 可是车对车啊 车对人 跟车对路边 就是红绿灯啊 路测设备 摄影机这些 它是走另外一较PC5的 interface 这个PC5的interface 它跟传统电信商的 interface 是不同的频段 不同的频谱哦 是落在不同的频谱哦 然后后续老师会跟大家分享到 好 那对于5G而言 好 5GAA 有一个叫5G车辆联盟 他们对于这些5G自驾 5G的车 5G时代的车辆 联网车 定义了几个应用的场景 这边跟大家highlight一下 这应用场景 它还不是自驾车 是人驾车 要进行车联网 车子可以上网 它可以做哪些事情 它定义几件事情 一个叫做 Movement Assistance 在我们的转弯处的 Movement Assistance 它避免车子在转弯处 交叉处地方的碰撞 第二个叫Software Update Software Update 好奇怪 它的目的是为了 convenience 为了方便起见 去做到Software Update 可是你想说 为什么我车联网 需要做Software Update 这当然需要 大家想 台湾可能有几千几万台特斯 如果特斯拉有个bug 你不Software Update的话 那这些车就会犯下一样的错误 所以在5G 在未来车联网的时代 尤其是自驾车到来的时候 软体更新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是那些 路上容易受伤的行人 脚踏车骑士 要如何能够被发现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use case 那接下来 它有一些我们讲的 如何让车子跟车子之间 能够互相协作 我们讲车子的A-DAS 无线版的A-DAS 让车子可以通过其他车 帮你把影像掏给我 去判断 让我在掏车的时候比较安全 或是我们在操测的时候 让车子之间可以彼此的互助 等等的 好 那这是5G车辆联盟 车辆协会 他们所定义的一个use case 在欧美国家 路上冬天常常有结冰 那前面这辆车 remote 他车 他车经过一坨冰 那距离离host vehicle 就我车 距离是这么长 D2的距离 那这个冰离后车距离是D1 那前车以一个速度往前行 他发现这么危险 他想把资讯抛给后车 让他感受感知到 避免他经过这坨冰的时候会打滑 这个情景看起来就是很简单 就像这两天我们南部下大 有没有可能经过高速公路水滩的时候 前车可以警示说前面有水滩 小心这样才不会打滑 问题来了 前面的车他时速开多快 后面的车时速开多快 两车之间的距离是多远 那我这辆车要多久之后 才会经过这一滩冰或是水滩呢 这些资讯如何分享 以及前面这辆车所发现的危险 他到底要把这个警示 提供给哪一些后面的车 是100公尺外的车 500公尺外的车 还是1公里外的车呢 光这件事情 即时的这种状况的感知告知 要去警示其他车 这件事情都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 因为这边牵扯到不是只是 车辆之间无限的通讯协定 这也包括移动的通讯协定 所以这问题目前都没有解得很好 第二个是在超车的时候 好 我这辆车我想要超车 我前面那辆这辆车是辆大货车 我希望在超车的时候 前面这辆大货车 有没有办法把他的车上的即时影像 帮忙bypass给我 让我可以知道说 前面有一辆车挡在前面 那对象有一定那辆车即将超即将跨过来 可能会有危险 好 那当我车在移动时候 我在超车的同时 前车就开始把影像抛给我 方便我去判断说 有没有车会对我造成危险 而同时我也把我超车的讯息 抛给这些他车 让他们去警示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来撞到我 那在什么阶段 这辆前车才停止把他影像 停止抛给我呢 可能要在这个地方 或在这个地方 所以对于这种车跟车之间的资讯协作 以及我们这种超车的互相协作等等的 目前也是一个还没有解的很好的问题 因为这彼此牵涉到几个 我们讲他不是只是通讯协定 他也包括到移动之间的协定 你必须知道每辆车很精准的位置 很精准的速度 以及你到底要把资讯从谁 抛给哪一些人 以及把这些警示 从谁抛给哪一些车 这目前大家没有解的很好的地方 那再一个是 我们在转弯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发现行人 可能会被我撞到呢 这件事情也不好解 因为我这时候 没有要透过路册的摄影机 帮我侦测行人 5GA的定义是 对这些行人或脚踏车而言 他只是靠这个行人或脚踏车 本身的侦测装置 去让这辆车路边的车 发现这边有人要通过斑马线 要对我产生警觉 要小心 所以这问题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解得很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段影片 这是Vodafone他们目前在解决 这个问题的解法是怎么解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德国的Vodafone跟马派 Vodafone是欧入很大的通信厂商吗 还是很大的轮胎跟车辆设备制造厂商 他们现在就在指约刚所讲到那几个问题 如何在超车的时候 进入前车帮我把一项拔回你 那第二个状况是 如果前面有水摊 那第二个状况是 或者说外有紧急刹车 紧急路上的紧急事故等等的 如何把这些资讯跑给后面的车呢 你可以从车跟车之间直接通讯 我们讲PC8的界面 或者透过车跟接力台之间的界面 帮你把资讯跑给后车 那这件事情讲起来很简单 我们实际上在实作上靠不怕困难处在 在同时 车辆在更多距离 可以通过车通知 通过车通知 所以后车 知道前面来的警讯之后 很快我后车也可以去警讯其他的车子 那再来这一句就是刚刚讲到 好像是对于行人或是自行车骑士的警示 哇 在德国每年都有不少的自行车骑士 会因为死角关系被撞伤或撞子 那他透过这个自行车跟车子之间 彼此分享彼此的位置的资讯 那可以避免车子去撞到自行车骑士 好 那这边影片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头影片 那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影片 那其实老孙在2019年我去新加坡ITS世界大会 我也当场看到 我也在现场看到这个马台 去看他们的demo 那马台他们蛮厉害 把整套这个车联网的设备直接搬到新加坡 滨台湾 看到这个脸就是我的脸 好 那问题 老孙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车联网车子的无线通讯 其实它就是5G的一部分 5G车联网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台湾现在都在讲 我们已经开始来订一些标准 一些车联网的标准 可是问题是我们车联网的频谱目前到底在哪边呢 它不像说我们5G的电信厂商 他们花几千亿去标频谱 可是其实这个东西在国际化已经被标准化了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3GPP它有订一个叫Ben 47的ITS Ben ITS就是智慧运输的频段 它整整有70个MHz很宽 70个MHz这么宽的频谱 那它是希望要给智慧运输 尤其是像车联网自驾车去使用的 那我可以看到这个70MHz是一个多宽的频谱呢 在两年前中华电信 去年年初中华电信他们标频谱的时候 它标了90个MHz 花了400多亿 而远传它掉80个MHz 掉了400多亿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车联网的频谱 整整70个MHz 它大概价值就是数以百亿计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整个亚太国家包括日本 韩国 新加坡 澳洲 中国 他们都已经把他们的车联网频谱定义下来了 但是我们台湾目前都还没开始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其实车联网这个频谱 其实过去这个5.9GHz这个频段 过去它不是5G还没来之前 它其实是被一个叫DSRC的技术所使用的 那DSRC 其实台湾包括工研院 包括支撤位 他们已经研究很多年 但是这个技术 其实一直都没有发展得很好 因为它的底子上是一个 有点像是我们讲WiFi的技术 那它本身容易碰撞 那延时也比较高 一直到这两年 5G啊 整个车联网技术逐渐成熟之后 大家要转向Feril 就是5G的车联网 那只是说这件事情在台湾 我们还没未雨绸缪 那可是国外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那对于我们想说 我们台湾要发展自驾车 要发展很多东西 那我们频谱没有存在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那人家其实美国啊 他们在2019年 他们就已经把整个车联网 Cellular的这一块切了20个MHz 给Cellular的V2S 一直到去年的11月 他已经决定说好 就决定有把30个MHz的频段 给5G的车联网使用 那些旧的DSRC这个技术 在美国基本上也是被宣布淘汰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可以走快一点 其实我们就直接 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就走 5G的车联网 5G的Cellular V2S 让产业可以好得霸展 那有频谱的话 那要谁去违运呢 其实美国他们也 投入很多的资源给这些民间 或者这些法人 或者这些 比如说商务部底下这种机构 去违运这样子的频谱 所以未来台湾也许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 就是有一个很公正的第三方 他去违运这个车联网的频谱 然后给这些相关的车联网需要的业者 比如汽车业 比如说电信商他们需要的话去违运等等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东西 这个比较有趣 这个长尾效应 那长尾效应跟自驾车跟车联网有什么关系 老上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有一个意外 今天是1亿公里才会遇到一次的意外 那同学 同学你们觉得你会不会遇到这个意外呢 其实 你就想嘛 你们这样的车 多多多几万公里会报废掉 可能20万公里会报废掉 那20万公里就报废掉的车会遇得到 这个1亿公里才一次的意外吗 老师会跟你讲 会的 因为只要每辆车每年开1万公里 然后1万台车 每年都开1万公里 他一共就开1亿公里 那他就很有可能遇到这种1亿公里遇遇的事故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段影片 好 来 这是去年 米白色大货车横倒在高速公路 内测车道把整个车道都站住 但却有一辆白色特斯拉直直往前开 一直开一直开 完全没看到躺在路中央的大货车 连刹车都没踩 高速撞进货车车厢 货车还因此往后弹了一下 这起离奇的车祸发生在中山高嘉义 在2020年6月1号 特斯拉驾驶已四次开启自动 一辆特斯拉在高速公路上 直接撞到一样过车的车底 但这么 这个状况真的还蛮妙的 蛮妙的 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发生 我再回去那个影片的分享 好 去年的时候这个状况很妙啊 因为这辆货车 它翻倒在路上 翻倒在路上的时候 它是以车顶面对路的方向的 那特斯拉很奇妙 特斯拉它这辆自驾车它只有 CV 只有视觉 它没有其他的像LIDAR这样子的Sensor 那除了CV之外 除了视觉之外 它有一个毫米摩雷达 我们就是24还是27聚感Hz 它大概在160公尺左右 才会开始感测到前面有没有主挡物 所以这辆车对特斯拉而言 远远的车开过来的时候 它看不到轮子啊 在货车对特斯拉来讲 它没有看到轮子 它只看得像一张白纸在路上 于是那辆车就一直开 一直开 继续往前开 就像刚刚影片所显示的 最后就撞上去了 就像一只穿云件直直撞上 这张白纸 好 那我们是稍微讲 什么叫高筋地图 高筋地图是一个自驾车所需要的一个基本的技术 它是用一个叫LIDAR的东西 车上的快速旋转的一个机构 然后它每秒钟会打大概10万个点 把周遭的那些阻碍物 那些形状把周遭环境打出来 那对于一辆自驾车也 比如说除了特斯拉之外的自驾车 现在全世界大部分自驾车都会去使用LIDAR 使用光达以及用光达打出来的高筋地图 去让这辆车可以判断说 我现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原本在高筋地图上 之外的物品 车辆或其他的阻碍物出现了 帮助我这辆车去做判断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这种高筋地图 光达的测绘车有好几间公司 那它看起来就很像Google街景车 但实际上它不是做一般的街景 它是在做这个整个路上的结构 路上的阻碍 路上的那些所有的形状的侦测 然后利用这种高筋地图的光达测绘车 把高筋地图测绘出来之后 画出来之后 然后让自驾车在开的时候可以去比对 可以去判断 那问题是高筋地图它本身是一个很cost 很昂贵的 那目前高筋地图建制成本大概每公里 大概要到5000美元左右 那它本身资料量也很大 那我们台湾在2020年的6月 已经有高筋地图的标准正式上路 它就是要给这些自驾车可以去做 在自驾开开车的时候 可以去做路上的这个判断使用 那目前很特别的是在国外呢 像B&W它用的是HERE这个投资厂商所提供的高筋地图 那我们台湾很可惜的是说 我们台湾有一些高筋地图的测绘车 那有一些高筋地图的标准出来了 那我们也有未来希望可以导入车灵网 让很多的自驾车可以把它掃出来的资料 可以融合在一起 变成以后自驾车在路上开的时候 通过车灵网通过彼此分享光达掃出来的高筋地图 让自驾车开在路上可以更加的安全 这是未来的我们未来十年 或是更更懂的时间内 我们国内可能可以做得到的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国内的自驾车的发展 我们国内其实包括说我们在整个淡海新市政 我们包括说在整个台北市新义路 包括说在台中 有一些自驾车的自驾应用场域已经在转了 每辆车就像刚刚讲 有一些高筋地图的雷达在那边扫 扫入面的资讯 那再来的话我们包括说我们在桃园的五头山 有一个自驾车的一个算驾训班 然后我们在台南的沙轮 这高铁站旁边有个自驾车的驾训班 的一个那个考场监领站 那些车你要去路上开的时候 必须在这边先测试通过 你才去路上开 可是呢我们看一下 像台南市他们去年也有他们的自驾车 然后说他们有很多技术啊 包括说即时网路4G 5G等等的啊 很精准的定位等等的光学雷达等等的 可是呢我们现在坐的车通常都还是一辆自驾车 而不是很多台自驾车 那当你车子很多在路上开的时候 他们彼此要怎么沟通呢 我们用这张图来给大家看 当我一辆车在路口我要转弯的时候 如果遇到的不是只有自驾车 有自驾车有人驾车 那彼此的资讯要怎么样去沟通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5G的车联网 彼此要让讯息在车跟车之间沟通 让我这样在开的自驾车 能够知道其他车的意图是什么 我才能做安全而精准的判断 而不跟其他车产生痛状差状 回安事故 好那对于未来而言 未来有什么样的未来呢 我们讲的就是对未来 我们也许可以 我们刚刚提到Mobile Edge Computing 你一个地区可能就有 他本身的一个local的脑 他这个local的Mobile Edge Computing的脑 他可是大安区可能民雄区 他这颗脑可以去知道附近那些车辆 他们的判断 他们的决策 然后就这颗脑再去跟这些车说 下指令你这些车应该要直走 左转右转 而不是只是靠单独一辆车的各自决策 各自的决策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 一些危安 如果我们有一个透过整个局部的total的控制total的决策 那这样出来的判断会更加的精准 每辆车把资讯汇给我们这个Mobile Edge Computing的 基地台的判断核心 那由他去对每辆自驾车去对操控 那其实欧盟他在几年前就有提出一个叫cooperative ITS CITS的计划 那只是他2019年就停掉了 那为什么停掉 因为这个计划当年走太前面了 技术还没跟上 那它是一个有可能的未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台中市他们之前的自驾车的形象影片 当然形象影片就仅次于形象了 我们来看一下喔 台中在2018年的花果 最后就有公共客运许多大的自驾车 但是它是一个 特是在电池上的产品类的 那这个 这个诗意影片它在一般的路上 在中档路上啊 在台湾大道所有的地方 它相信我们就叫诗意影片 它很口味来拿很口 一只驾车 然后 然后 遇到乘客的时候 车门就只有五台 手码 可以上车 互费 可以上的GDP 但实际上 我们离开 车数有段距离 好 那我们快速看过 看过就好了 这样子 好 那台湾 现在自驾车就发展 就刚老孙跟大家讲 我们有一些场域 有一些 物理网基地 虎头山啊 还有像淡海 行事证等等 都一些自驾车 正在有讨厌 在研发 但是我觉得啊 我们还是要多考虑一点 不能只是研发一台自驾车 我们要想的是 车子是很多的 当很多自驾车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沟通呢 要透过我们的网路 好 那目前的自驾车 其实在台湾有一些 issue在啦 那比较重要的几个 就我们107年有 无人载具 创新实验条例 那去年的时候 台湾市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 他们想要弄一个叫ART 我目前还没成真啊 就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说 要做这种捷运嘛 可是捷运其实是很贵的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这种轨 可能是专用的路权 可能是高架道路上 跑这种自驾车呢 目前我们有一些 县市政府正在做这样子的评估 但是技术是不是成熟 我们也还不是很确定 这是一个可能未来 好 那接下来有一些原本要跟大家分享新闻的部分 我们这边就先跳过 因为今天时间已经有一点远了 我们来看一些比较近期的发展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这边要讲的 我们来看几段影片 就是韩国他们对于最近5G的影片 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一段 我们来看几段影片 我们来看几段影片 最多的外国 7 cities in December 2018 to major regions of 85 cities nationwide Korea is now a 5G Mecca Supporting 4G and 5G NSA Mode Samsung's virtualized 5G core solutions are in play on all three carriers Samsung incorporates key 5G network technologies üm bills that give partners the speed to expand their network and provide new services such as control and user plane separation the jump to essay mode is a simple software upgrade away samsung's 5g equipment is also the industry's most compact and lightweight making up audiences install onto existing sites thanks to samsung 5g tech, our partners are up and running Extablish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wireless 5G connections And now, with the world's number one 5G smartphone Our vision has come to life Real-time sports anytime you want it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Zoom in, zoom out, jog back and forth Because super low latency means zero lag Music VR AR Games 5G powers it all with ease From super bandwidth heavy VR art galleries and tours To long distance full HD group video calls Samsung 5G technology is radically enhancing the way we connect OK 好 看完韩国人對他們的技術宣誓 我們接下來來看其他章 好 那我們有講到說5G是毫米波 可是5G只有毫米波嗎 美國T-Mobile會跟你講不是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段影片 好 600Mbps 是一個在600Mbps 的運用 它在第一瓶裡 一定是可以使用5G的服務 或者是說5G 其實也可以在T-Mobile會去公布 大家知道美國地大陸 它已經是做工具上賣很多地方 沒有辦法 一公里的機器才去覆蓋 它這種特別的第一瓶 就是高600Mbps 所以在2017 一個新的Spectrum Auction 是公布的FCC 它可以距離平常到50 15至20公里的機率 我認為其他人的負責 當它是越低級的 它變成更加大型 所以當它是越低級的 它變成更加大型 所以當它是越來越低級的 它在200Mbps 它可以距離平常 它是200Mbps 它是非常相似的 它是非常相似的 它是更加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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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非常相似的 比我們以前的Spectrum 更加大型 我們在過去的Spectrum 600MHz 沒有用過 在世界上的無法使用 它是新的Spectrum 所以大家說的是 5G不是只有在 1mm位 5G其實在第一次只有它可以達到的度 我們剛開始了600MHz 一種主要的問題 是電腦的開放 它是電腦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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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對它 conduct 當時的電腦 它們放在北童 100MHz 600MHz 手持續 三千天 它們是超過的 超過的 大型 它們看來 超過的 超級多 超過的 它是很大多人的在这种传统的线上 保持这个600个线上轮轮的线上 我们在保持线上的线上 我们的线上保持到我们的线上 保持有线上的经历 我们在保持他们的信息 我们在保持他们的线上 一直在保持 我正在做我的工作 我感觉我会在人们的生活中 因为我感觉到技术上的技术 一個不得不有目標 這個影片要給大家知道說 5G不是只有毫米波雷達而已 不是只有毫米波雷達 那接下來一個梗 五個男人坐在一起講垃圾話 只是講到最近這一兩年很困擾著全世界的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武漢肺炎 五個男人講垃圾話 武漢肺炎 這段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也是跟5G有相關的 來看一下 大家好 這裡是武漢市青山區吉林街上的京東人和網點 在我身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輛白色的小車 工作人員稱為無人配送車 據了解呢 其實它就是一款無人配送機器人 在此次武漢新冠肺炎發生以來 這輛無人配送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這裡的負責人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輛無人配送車是如何發揮它的作用的 它這一塊的話是 就是採用自動駕駛的模式 進行一個配送 首先呢 我們這一塊先把我們要配送的訂單 鑽到這個24個貨車前面 根據它的一個合理的尺寸 先鑽箱 鑽箱之後 然後我們在上面設定線路 添加這個運單號 運單號可以自動識別它要停泊的站點 這邊就可以根據我們設好的目的站 去往它要去的目的站點 它這個線路是怎麼設置的呢 線路的話 根據我們目前 它這一塊主要是服務於我們旁邊的一個9醫院 因為它是我們新冠肺炎 這一塊感染的病毒的一個定點的治療醫院 它這一塊的醫院的話 目前的話外部車輛是不斷進去的 所以說它這一塊的配送 為了避免這種感染的風險 所以說我們採用這種無人車的配送 基本上避免了這種一個接觸 人與人的接觸 從而來減少這種感染的風險 好 接下來我們就跟隨這輛無人配送車 看看它是如何完成配送的 好 好 那就是剛剛的影片 那接下來我們看未來5G的發展跟產業創新 那這個圖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一開始看到說5G有一些應用 那它有幾個主要的user scenario 那這個是給我們的圖 那我們要很明確的說 把某一個應用放在它到底是屬於 UILC EMBB或是MMTC 到底是哪樣子的應用範圍 在屬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講物聯網好了 物聯網有些東西是5G才做得到的 可是有一些東西不一定要5G就做得到 那譬如什麼呢 以左邊這個例子而言 那些比較傳統的Massive IoT的部分 就是說像智慧大樓啊 比如說溫控感測這些 就是說智慧物流 智慧倉儲這些 或是說一些比較像智慧農業智慧電表 他們其實不用到5G的物聯網 其實他們就可以做得蠻不錯了 只是跟他們還比較耗 是耗電一點沒錯 那哪一些是一定非得要5G的物聯網才做得到呢 我們講比如說遠端的醫療 比如說自駕車的部分 以及譬如說像工業自動化 你如果說沒有在千分之一秒 一個minisecond的反應 你可能就會把車床車壞掉 以這種必須很高的reliability 很低的延遲的這種IoT應用 我們就可以把它歸 它就是非得要5G不行 那對傳統的那一些 可能只是需要把一些資料 厚送的物聯網應用 那可能4G甚至3G就可以做得不錯的效果了 所以大家有時候追求技術的同時 不一定要用到最好最新的技術 因為它帶來的就是Costi 好那我們也看到說像過去這種Messive IoT 包括像那種剛剛講物流啊 然後智慧程式啊等等的 那這些資料Incur它帶來的就是有很多的 我們講資料收集 要配合我們的Edge Computing 去把資料去處理 把真的你要的東西收集起來 不然物聯網產生的資料 實在是太大太巨大了 那你不僅用Local的處理 先把重要東西Filt出來的話 那很容易就是會Garbage in Garbage out 我們只透過Edge Compute 去收集你要的去做前處理 那把那些真的需要的 再後送到的雲端上面 這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多階層式的做法 好 那什麼東西是5G的應用 尤其是5G智慧運輸的應用呢 包括剛剛講到的 對於那些使用者 容易受傷的使用的路人 或腳踏車騎士的警示跟保護等等的 好一些譬如說我們講 車輛的這些偵測器啊 影像的分享 還有一些像遠端的開車 遠端駕車服務 以及車輛之間的協調開車 那底下這個是很多廠商 包括說不管是汽車 客運業者或是說整個貨運業者很重視 叫Partooning 列隊行駛 這等下會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它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以及像我們講的這個 我們的耗置控制等等的 還有一些智慧停車 好那我們看一下下一個 有一些應用 傳統上的應用 智慧運輸的應用 其實在4G 3G就做得不錯 譬如說我們講 那些我們要去找停車位啊 或者說停車裝 要充電的充電裝等等的 然後還有一些譬如說 前方如果有塞車 那我遠遠的就要跟我講 那我遠遠的透過機器台 去汙輪我就可以了 或者說一公里外的車 一輛車去拋錨了 我一公里外要跟我感知 要跟我通知的話 那這件事情 它可能不需要很快的反應時間 那這種用傳統的方式 就可以做得到 可是對於某一些應用 譬如說我們講 我們要超車 這種可能在幾秒內 那你就要應付得了的 或者說我們在路口 緊急路口 然後救護車要過來了 這種很Emergency 很即時的 或者是 或者像 如果說我們在一個盲彎 然後前面幾十公尺 就有一輛車 突然拋錨的這種 這種狀況 它可能就需要說 5G的車聯網 去對於這些使用者 這些車輛去對它 預警告知 所以我們要去分別說 哪一些應用是5G 非得要它 不可 有哪一些是 可能在4G 就可以做得不錯的應用 好 那5G車聯協會 它也有定義一些 歐洲它也有定義一些 應用情景 那我們可以快速的看過 包括說像 譬如說你 車輛 你在路上 你要自駕車 你要自動進入幹線的時候 可以匯集等等的 好像譬如說我在路上 要去判斷 行人要過馬路 這剛剛提過 好像前車的影像 去分享 好像遠端 駕車 遠端開車 這是蠻特別的應用 好 那車輛的跟對跟車 剛剛老師我跟大家提到 這在貨運業者 它是一個蠻重要的應用 那像在新加坡 像在美國 他們這幾年發展了蠻多的 的資源 偷蠻大筆錢 去對這種車輛自動跟車 做一些研發 那重點是這種車輛自動跟車 它並不是自駕車 通常它第一輛車是人駕車 第一輛車是有人在開的喔 可是第一輛車有人在開 後面的車輛是自動跟車 對於像美國這種很常有跨 跨州的這種大貨車在跨州 在開的時候 你只要讓第一輛車有人開就好 那後面的車 自動跟車 那這時候你整個車隊的運輸成本 就會低很多 那我們看一下後面這段影片 好 這是Scania跟Horota 他們前幾年在新加坡所做的一些 那重點是說車跟車之間 會透過網路的方式去溝通 所以你要加速減速 那車跟車之間距離縮短之後 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它可以比較慎 因為減少通主 第二個你車間的距離縮短 你可以塞更多車進去 這是目前 這個在國外很 非常 非常多人在研究的一個 研究方向 這是讓車跟通訊之間的協調 好 那當然對於未來的技術而言 我們講說不是只是網路 你可能還要收集 然後還要一些應用 那我們剛剛講到Mobile Edge Computing 就佔了很大的比重 那老師要講的是說 他講區塊鏈 區塊鏈其實是老師做的應用的 技術應用之一 那區塊鏈有很大好處 它可以保障整個公正性 不被篡改 這在未來的整個物靈網 跟整個未來的世界 其實它會有很重要一起去 它不是只是拿來草地而已 好 那對於未來我們講說一些應用 我們可以把它歸類到 有一些是屬於比較需要高 普寬高高速下載 有些是需要比較快的延遲 比較低的延遲 比較高的 reality 比較高的可信任度 然後有一些是屬於IoT的 可是有一些應用其實它就是介於 譬如說像我們講工廠的是 Compure Vision工廠電腦視覺 你看它佈很多的Sensor 它同時又是IoT 可是它同時又要很高的頻寬 它可能介於兩者之間 所以大家要把整個應用 把它放清楚說你的應用是屬於 你才能清楚去定義說你的技術 要用怎樣的技術去實作 好那下面這段影片 我覺得蠻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好那這是日本他們在內務 他們的內政部在對未來的應用的想像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對日本的內政部會 影述的世界的嚮往 對日本的內政部會 這個叫遠端器換農業 自動噴藥 它可以只要在家裡都可以 在自己的果園噴藥 好在是遠端器換農業 好自駕車 好還有 這個老商店裡面是無人商店 然後這年輕人進去就都摸摸吸摸摸好一些東西放進口袋裡面 很快 講來一出門就從口袋裡面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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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抱歉 ok 我想到這裡 但我不能解釋 我完全不明白 我可以幫你幫忙 幫你幫忙 幫忙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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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準備好了 我大事 你不就也沒問題 你要不懂 你要不要緊 我不用緊 說人家回來了 我認識了 他還在這裡 瞭取了 他還在這裡 瞭取了 他還在那裡 瞭取了 然後他還沒船 他的地方 他還沒好的 好美 超美 凍太 我才 太遅了 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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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做到 紅茶 不太多了 好美 不太な声 不太な声 不太我 不太第一 我你的漂亮 laim... 不太不 einfach 不太太 不太太 今天是哪一天呢? 哪一天呢? 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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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婚式! おめでとう! 金婚式? 好,来吧! 好,给大家看这段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些想像 大家才可以知道说以后可以做哪些应用 大家都在搞新创新创 脑子里总要有一些 猜猜看以后可以做哪些事情 其实很快的6G也来了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就已经开始在一些conference上面已经在提到6G 那6G有一些KPI已经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5G可能每个User是 几百个Mbps等级的 到6G就是已经是到Tera 那Latency会往下再降个数量值 那频谱会再往Tera更高频谱的地方 然后这个卫青网路最近的安隆马斯克他们的已经开始在搞了 那有些人说6G也许已经到一个瓶颈 也许以后就全部叫0G 因为物理有些障碍无法突破 那是去年我参加 因为去年武汉肺炎嘛 所以一些比较重要性的国际的研讨会都停掉了 那去年的ICC 它6月份的时候就改采线上开 那这是华为他们所订定的6G的几个关键的KPI 就跟刚刚那样图有点像似 那包括说甚至像电池要到20年之久 然后Reability要7个9之多等等的 那当然现在6G还没真的到 只是大家兵家必争先把一些话语权先提出来 那很妙的是我们刚刚讲5G是EMBB,UILC,MMTC 那他每开始来讲说那到6G的时代 名称怎么取呢 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像4G的款品叫MBB 到5G加个E叫EMBB 好那到6G呢 这个EMBB加个F叫Furder FEMBB 那原本的UILC就加个E嘛 EUILC MTC就加个E叫EMMTC 所以开始在6G的时代 有一些关键的应用啊 关键的KPI都已经有人在订了 那同学们如果在做研究做通讯的研究也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这些5G跟6G的时程跟它的时间规划等等的 好那这边我就跳过 那我们刚刚讲一些技术 那今天因为今天时间的限制其实也没有讲得很好 然后老师也用Google Meet 线上先录影的方式 然后在几个投影片跟影片之间交错 其实同学们有点 会有点混乱 这边实际上会有点差别 但同学们可能还是要想一想说 我们有这么多技术 让人的上网 网路更加的快速更加的便利 可是人总是贪婪的 人是非常贪婪的 那这本书有一本是叫Hitry of Greed 人 人是非常贪婪的 唯一不变的就是 Surprise cannot meet demand 就是攻击永远跟不上需求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就是网路再快你都会把它叮到爆 你就把它叮到塞车 5G再怎么快有一天5G还是会爆 像我们现在4G很常爆掉一样 所以我们要克制我们的欲望 好那花了快两个小时跟大家讲这么多 那我们要讲到底什么是5G呢 其实Nokia在很久以前 1997年的时候 他有个slogan叫做Connecting Peopl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等一下有这个图 我这边 当年Nokia叫Connecting People 那当年的slogan叫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对于5G 其实他不是只是Connecting People 而已 他有更快更多更广的Connection 而且他把什么东西又Connect 起来的 而且5G他不是只是连线而已 我们刚刚讲到 包括Mobile Edge Computing等等的 包括一些SDN等等的 他是整个架构的大改变 那大家也知道说 技术他不是数核子 5G带来的路上了 那很快的6G也会来到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将近两个小时的Coke 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那如果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随时可以发信来给老顺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谢谢大家今天花时间听老顺讲这些东西 那谢谢大家 也谢谢郭老师的邀请